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主持仪式 欢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访华 国务委员戴炳国等出席欢迎仪式 随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来访的有 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长、副总理、总统助理、安全会议秘书等政府高级官员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去迎乌锦涛主席的邀请来华访问 并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2次会议的 这是中哈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 纳扎尔巴耶夫首次访华 欢迎仪式后 胡锦涛主席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举行了会谈 胡锦涛表示 中哈建交20年来的事实证明 中哈发展木林友好和全面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 得到两国人民最广泛支持 发展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重要方向 胡锦涛就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增进政治互信 密切各层次交往 加强政治对话 扩大战略共识 坚定不移在涉及彼此关切的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 维护两国战略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是扩大务实合作 促进两国产业对接 培育合作新亮点 深化能源合作 及早启动在核能太阳能风能等新领域合作 加快实施边境口岸现代化改造和配套设施建设 扩大相互投资 加强地方合作 着手制定中哈毗邻地区合作规划纲要 三是扩大人文交流 加强文化 教育 体育 旅游 卫生 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 推动人文合作向多层次宽领域发展 四是深化安全合作 更有效地打击三股势力和毒品走私等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 加强网络和信息安全合作 五是密切多边协作 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亚信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 共同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为两国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纳扎尔巴耶夫表示 建交20年来哈中关系取得长足进展 两国政治上高度信任 高层交往频繁 互利合作成果丰硕 双方签署了哈中木林友好合作条约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为两国关系奠定坚实基础 哈方将坚定不移 推动哈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纳扎尔巴耶夫表示 哈方对近年来两国经贸能源等领域合作进展表示满意 愿继续实施好两国油气合作项目 并拓展非资源领域合作 将农业科技生物制药等打造成新的合作重点 哈方欢迎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推进跨境铁路和公路项目 建设好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 促进两国边境地区共同发展 希望两国互办文化年 使牧林友好深入人心 哈方将继续坚定支持中方打击三股势力 哈中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持相同或相近立场 哈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宣言 出席有关双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宣言